好的我们这边来看猪鹊对着狼队的加赛 这把的话爱莉在胡锦村选择了蜘蛛 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进可攻退割手的选择 因为这刀阵容蜘蛛上来抓人 应该不会花很久的时间 你想一想这个抓个 除非他就冲武女的八音阵 被武女这边连续砸板子什么的 才有可能能牵着特别久 要不然的话即便追个调酒师 他只要第一刀选择在闪现CD快好的时候 就是闪现CD50秒之后去开第一刀 这口酒大概率都是回不上的 那就看爱莉前妻的一个机导了 抓油猜就更加不用说了 这个阵容要六起蜘蛛来还是比较难的 这边的话是进到了大船 大船里面比较好架私的 第一个点 油猜 我觉得穷者遛起来真的只能是喝一口酒了 只能喝一口酒了 不喝一口酒好像没有别的什么 说法能够遛到100秒的 就1分40秒 这个时间线 是穷者的一个真胜线 他们遛不到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这套这种很难之胜的 放狗 咬住了 这狗回来的时候咬住了 往前走 前面神坠是舞女 要有八音阵来支持吗 两连蛛丝架住这个点 第三连蛛丝怎么补 这边的话加速是断了 但没关系 这边还能再连 第一刀打中 可以 这一波应该是后续配一个闪现击倒了 总体上面来讲 应该是一番二十五秒 一番二十秒左右的击倒 一番二十秒左右的一个击倒 飞轮也没有交 整个击倒节奏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 但是双方都不太好去真胜的一个节奏点 你说这边蜘蛛要赢嘛 那只能是防守偶端打一个双倒才有真胜面 要不然怎么赢呢 那你说穷者要赢就更加难了 怎么第一难 你还能把 你知道他这种连控制都没有 你还能把这个油柴保活了 不可能的呀 对不对 那就双方保平 保平的话呢 爱丽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拖时长 这边不会出个震慑什么的吧 还好救下来了 卡班救下来 这边的话再摇怀表 狗咬住 这里五女八音阵捏着 五女这边八音阵是捏着 他并没有交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八音阵就是看这边邮差 能不能躲掉这一刀 比如他非能躲掉这一刀了 然后这八音阵 或者八音阵一下来 可能有点说法 大副这边修机子 没有下一个搏命 两台机子虽然都在点 他们确实外围有三个人 两个人修机子 一个人来救人 能不能行 能行 但是没有搏命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还是不够 五女这边也没有给到三岁大副下一个加速八音阵 那他这边的八音阵带过来 应该是待会要考虑就是放八音阵救人 绕过来飞轮突破 哎 这边的话这个时间点有点紧啊 爱丽这边是有双喷的 减速八音阵 捞捞捞捞捞捞的下来吗 涂一口 再涂我双喷 人是救下来了 打一刀 打中的是五女 油拆这边飞轮拉开67 爱丽这一个插刀时间有点久啊 这个插刀感觉差了一百年 是一把屠龙宝刀吗 要插这么久 这减速八音阵效果确实打出来了 主要这刀打在了五女身上面 那这一波换挂的话 球者是打出了一个四轮开门战的局面 所以说这边是选择直接传送过来 压一产级了 没办法了 爱丽别无选择 这个四轮开门战一定会被打成一个多跑的 或者大概率多跑吧 也不能说一定啊 这个太过于绝对了 刚才这个一定是我表弟说的 这个人真不懂事 我替他收回 现在的话 球者这边救下来以后 我觉得可以补一补状态 然后重新起机子 补一补状态重新起机子 大副这边的话虽然说一口没 但是扛的还是蛮牢的 这边的话拉开不到遗产街 爱丽这边外围的机子已经重新再起了 那台遗产机也在修 爱丽而且已经交掉了传送 这边离宝机子已经压好 我觉得穷者应该是可以考虑让这边的上挂飞的邮差去贴门 因为爱丽这边邮差只要贴到门 这个开门站 是绝对安全的 因为爱丽这边的传送是不够的 这个时间点 这时间点是不够的 这边再等 再等 再等 等什么呢 等神坠过来压机子 等舞女过来压机子 然后这边救下来 吐 慢慢吐 爱丽这边在拖传送 爱丽这边在拖传送 这边的话翻个板子直接亮吗 还是怎么说 这个传送要不要给爱丽拖出来 密码就亮 一刀打中的是大副 好的 这一波 人挂上传送CD10秒钟 门已经在点了 门已经在点了 邮差有飞轮 舞女有飞轮 调酒师有飞轮 爱丽这边的话应该架一城诸四 然后传送 还是怎么说 这边穷者好像在全员冲门 爱丽这边的话没有传 爱丽 爱丽觉得你们不可能直接走门 一定有一个人压在这边 我要找一找 再不传 这边哈 舞女八音河 要有一个滑步加飞轮滑过来吗 那就到了拼刺刀的时候 到底是平局还是三跑 吐一口蛛丝 这里的话两连蜘蛛丝 有一个滑步加飞轮的机会 翻板子是不太可能翻板子的 翻板子我觉得有点想多了吧 哎好的 平局 这个平局 而且时间上面来讲还可以啊 因为如果说那个狼队跟那个朱雀也 就是狼队穷者跟朱雀的屠夫也保持一个平局的话 是看谁的穷者跑得更快嘛 所以说这边爱丽将近六分钟的一个保平 看狼队 狼队这边如果拖时间快速的能够保平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解锁啊